我们今天在这里露营 完了之后来了一个摩油 他给我说他的车能跑1000公里 你们相信吗 一箱油1000公里 我觉得你是不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 实打实的1000公里啊 来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车 这是一台7.150 这个油箱是多大的 20升的油箱 20升的油箱可以跑1000公里 你这么合下来的话 一公里喝几毛钱 一公里的话和两毛可能还不到 两毛不到吧差不多 20升能跑1000公里 1000公里 当时从我在中巴县加满的油 然后是先到了普兰 我插到普兰里边 又从普兰出来又插到渣打里边 渣打出来之后又到了诗圈河 到诗圈河的之后 我在那个在一个摩托车修理店里边 又给当地的牧民抽了一矿泉水平的油 抽完之后 当时到诗圈河已经跑了一千了 抽满抽了一矿泉水平出来之后闪灯了 打开一看里边还有不少油 估计还能跑个五六十 应该没有问题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你出来摩旅一趟 你就只需要加个几百块钱的油 几百块钱可以跑个几千公里 一箱油反正是180到200块钱之间差不多 180 180到200之间 看各地油价不一样 你这个车你正常出来摩旅多少公里了 这一次出来从成都到这差不多得五千了吧 快五千 也就加了四五次油 差不多 真的假的 你这车有这么省油吗 当时进藏之前在雅江加了一箱油 一箱油直接跑了薄米 一千零五十公里 优表刚刚闪灯 那你接下来还要骑的 还要骑这台车去哪呢 接下来接着顺着这个北线回到拉萨 然后再从拉萨走109再到甘肃 到甘肃要去新疆吗 呃新疆就不去了 到甘肃接着就回家了 你家是哪的 山东青岛 你带的有帐篷吗 哦带的帐篷 在后门这个托包里边有帐篷 这油箱能跑一千公里 哎那你这车的故障率高吗 故障率的话 到目前为止 我到现在没有出过任何故障 我走之前就是 出发之前在青岛 是加了那个换的机油 发到成都 从成都骑到石宣河 差不多得将近四千公里吧 一箱一瓶机油跑到四千公里 没什么大问题 一瓶机油 我这个车就加一瓶 加一升整 一升整 好省钱的 一升整的机油跑了 差不多将近四千公里 没有任何问题 好省钱呀 干就完了 机油只需要一瓶 加一箱油能跑一千公里 说实话羡慕了 风哥 你的油箱能跑多少公里 三百就没了 三百公里就没了 这一个 七百公里 我的估计也就三四百公里 我没有试过 说是可以跑四百公里 我这个车是相帅重机 舱云五百 说是可以跑四百公里 但是呢 十三升的油箱 我们一直没敢试 回头试一下 看一下我的车能跑多少 哎 这个一千公里 说实有些羡慕了 羡慕了羡慕了 你今天晚上要在这录影吗 对对对 今天晚上在这 跟你们一起录影吧 要加入我们一起走中线吗 中线的话 这个车简直还是比较硬的 跑起来比较难受 跑起来比较难受 这个操控性还可以是吧 操控性还可以 就是我这个行李吧 没法绑太接着的 一颠他老人往下滑 就一颠的话 他行李一直往前挤 一直往前挤 哦 他那个是稍微有点往前倾 对我那个两边挂的那个编包 他一直在往下滑 然后跑先那种烂路 跑先长路会非常不舒服 你这个防晒做的不错呀 出来跑了几千公里 没晒黑哈 没晒黑是吧 怎么做的 防晒说 每天就 打满厚厚的一层 整就完了 厉害了厉害了 一千公里的油箱 就问你们羡慕不羡慕 反正我是羡慕了 阿里中线站定 站定我 风哥 三三 但是三三 我估计他跑着跑着 要跑着跑着 是不是就不跑了 对对对 要放弃 不会 车子不行 不要放弃 不要怂 干就完了 努力的不要放弃 你看我一个新车 我都不怕 而且我这是第一批车 反正到现在 我也不怕 就骑完了 哇 这个风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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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